来看一下双持维格托的换弹动作 哦是这边换一下那边换一下挺不错的 朋友们好 我是小冉 那么今天的话也是来给大家分享一款 明日之后3D枪械模式 这个模式里面呢新增了5把全线的枪械 而且的话里面还有NPC可以在生存模式下生成 第一把呢就是我们的双持维格托了 它换子弹的时候呢会左边换一下右边换一下 枪械呢在打架的时候并没有后装力 打起来的话非常的爽 奔跑的时候呢也会有动作效果的 就是两把枪会紧收一点 好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M4了 这个M4的建模可以说是非常的简陋 看起来呢就是挺普通的哈 纯黑色的一个颜色 打起来的时候呢枪械会有一定的后装力 下蹲的瞄准效果是比较不错的 小冉的话比较喜欢这种 还有一点我们的枪械没有子弹的时候呢 就会使用近战攻击了 我的天这个近战攻击都会有一个动作效果 这也太棒了吧 M4呢就是直接拿枪管子去戳别人 哼子伤子弹呢依然是一颗一颗的把子弹塞进去 好我就会想动作效果貌色子弹了三颗呀 怎么会有10颗子弹呢 然后打击效果呢 它并不能够一打一大片 只能够发射独头弹 还好伤害够高一枪一个小村民 哼子也是有一个近战攻击的 依然是拿枪管子去戳别人 因为呢魔族里面还有一把近战武器 就是我们这个消防服了 消防服的话也是一个3D效果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AWM和AK的换弹动作 好像是有bug的 像这边的话换不了 直接给它展示枪械吧 下蹲呢依然是可以开进的 哇一枪就打死了一个小牛耶 枪械呢也会打一枪拉一栓 打一枪拉一栓 看我近战攻击直接戳戳戳 好今天这个明日之后模组呢 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模组吧